2021年7月2日 今天是我阅读打卡第154天阅读书目 提问的 威力阅读内容及感悟 今天阅读了前期准备 好的教练问题 能改变教练对象的一生 这样的发问充满着智慧 不仅能拓宽我们看问题的角度 护权大局更能激励我们 将想法付诸于行动 本书共有6个章节 第一章 介绍教练问题的魅力所在 以及如何在问题 当时做出补救 如何与初次进行教练的对象 建立和谐的关系 接着进入教练过程 主要包括绘画模式 目标设定 如何选择 行动计划等几个方面 接着进入生活教练 发现人生的一分设计 激情 体验 感召四个小节进行论述 接着到拥有美好人生 你如何通过正确健康的方式 来平衡自己的生活 接着到高端教练技巧 进一步提升教练水平 包括如何迎接挑战 重新建构以及动力来源等 最后是一些案例的说明 本书还加了一些关键词的索引 方便查到各个教练技巧 或者话题出现的页码 我觉得对本书 总体有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期待着精彩内容 2021年7月5日 今天是我阅读打卡 第157天阅读书目 提问的威力阅读收获 今天阅读了 成为提问专家 书中有了自学计划表 帮助我们和同伴熟练 掌握询问技巧和方法 需要按10个周期来完成 与同事一起自学练习 来提高自己的提问水平 练习的内容都有相应的指导 如果我们想要全面地掌握 生活教练的技巧和方法 可以按照目标清单进行练习 其中在练习的过程 需要注意回顾练习的 经过彼此倾听对方的反馈 一定要与同伴一起进行练习 才是高效的学习方法 同为教练的练习搭档 会清楚下一步怎么走 你就会全力以赴 这样的练习特别有意思 重在实践 今天阅读了收获到了 好的教练效果 应该是一份问题清单 加上特定的辅导方法来完成 书中举例一个例子例 比如你理想中的样子 是什么样的呢 请把它描画出来 用到的是可视化的方法 通过在问题中使用视觉语言 请把它画出来 我们就能够帮助 教练对象将愿景清晰化 可视化变得看得见摸得着 能够切身体会到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教练过程中 也会用到grow绘画模式 书中不建议我们应用方法死记硬背 而是要轻松记忆 本书的适用对象 学习教练知识的人 或者熟悉教练业务的人 教练兼职教练教材的人和资深教练的工具 适用于刚入教练行业的人 他的使用范围比较广 我想这是一本很好的教练工具书 2021年6月28日 今天是我阅读打卡 第151天阅读书目 提问的威力阅读内容及感悟 今天通过阅读了解了提问的威力 是一个实用性 强操作性 强随时可以翻阅借鉴的工具 这本书里有几十个提问的模型工具和策略 教练们在提问时常见的误区以及补救方法 将近有1200个实际教练中的问题例子 人生意义探索的工具 还有15个特定的教练领 每个领域都有详细的工具和案例 帮助我们成为提问高手的自我训练时间表 这本书籍不是探索教练技术前因后果的理论书籍 而是指导各类教练在具体过程中 实际应用的提问清单 内容不仅涵盖了 教练从前期准备 客户接触 制定目标 发掘动机 促进行动及成果 评估整个流程 还从教练的方向 角度论述了高管教练 企业教练 团队教练 情感教练 健康教练等 各个领域中的提问技巧 同时还列举了大量的案例供我们参考 这本书涉及面非常广 实用性非常强 适合每一位想要接触教练的读 者去学习和实践 通过今天前沿部分的推荐 让我更加的期待本书的内容 希望通过阅读有所收获 对教练技术有进一步的了解 提问的威力 2021年6月27日 今天是我阅读打卡 第150天 阅读书目 提问的威力阅读内容 前沿阅读感悟 今天开始阅读 提问的威力这本书 与唤醒沉睡的天才 被赋能的高效对话 这三本书是系列的叫 练练工具书 2021年7月3日 今天是我阅读打卡 第155天阅读书目 提问的威力阅读收获 采用询问方式的五大原因 一是没有人能比较 练对象本人更了解自己 2021年6月29日 今天是我阅读打卡 第152天阅读书目 提问的威力阅读内容 及感悟 今天阅读了提问的威力 对本书的大概框架 有了一定的了解 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是教练是问题工具箱的 模块化与细化 这些强大的工具应用领域广阔 能够支持人们实现个人目标 成就组织目标 能够取得相当理想的效果 价值特别大 同时也再次启发了 我有效的提问 要进行安静的聆听 准确的反馈 无形的肯定对方 尊重了对方 理解了对方 欣赏了对方 这个过程使得学员 对自己的思考和行动 更加有信心 对自己的心声也更有把握 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结果 通过学习群员 会有答案的索取者 变成独立的探索者 独立的责任承担者 卓越成效的领导者 在这里你能够激发出新的觉察 新的思路 新的行为 甚至真的能改变一生 这样一本实用有魅力的书籍 有怎能不吸引读者们的阅读呢 教练的方法有很多 只要把这些问题和方法 相结合合理有效的使用 就能实现教练成果最大化 本书是一座宝藏 开始挖宝了